今天大家参观武汉的九丰山森林野生动物园票价60块 走 在九丰山动物园的大门口 看到了武汉的光谷空轨光子号 全程约10公里 直达龙泉山 列车采用无人驾驶技术 一共两节车厢 到最底下看一下 哇 有一个人在走 下面在检查 出发了 首先看到了三只巨型的老鼠 这就是水豚 也称之为巴拿马水豚 它的耳朵鼻子眼睛处于同一条水平线上 下于游泳潜水观察 也称之为鼠中河马 这的袋鼠称之为赤井袋鼠 分布在澳大利亚 身高90厘米左右 尾巴支撑着身体的部分重量 以用于保持平衡 这两只熊猫在水池片玩耍 正在寻找食物 其中一只在大树底下乘凉 天气太热了 还有更多的小熊猫 也从洞里钻了出来 它们在追逐打闹 特别可爱 在小熊猫的旁边 有好几只黑熊 这属于亚洲黑熊 俗称黑熊 狗熊 黑沙子 体型比较小 体重通常在150千克 最大可以超过200千克 体长1.2至1.9米 全身毛是黑色的 只有胸前有一个V字形的白鞭 特别的温顺可爱 熊是杂食性动物 不仅吃肉 吃植物 还特别喜欢吃蜂蜜 这只熊站起来 特别可爱 杭州动物园里的熊 特别像人假扮的 这里的熊 可是真真正正的熊 看它站立的姿势 特别的笔直 有的在水池旁边 趴着纳凉 这旁边有一个空调口 就是通风口 这只熊特别聪明 在那吸收凉气 看它的屁股 趴在水里头 大羚羊 被誉为大羞 稀有的珍贵动物 由于长相奇特 两条倾斜的后腿 特别像非洲的斑猎狗 四只短粗像家牛 紧绷的脸部 像驼鹿 宽扁的尾巴像山羊 两只脚 两只脚 特别又像脚马 走了半天 光看到非洲狮的牌子 并没有看到一只狮子 也没看到老虎 更没看到狼 再往前面 再往前面 就是骆驼 梅花鹿 鸵鸟 活动的区域 上次去了新疆的若羌县 罗布泊的大沙漠里头 也只有野骆驼 特别耐寒 梅花鹿主要以青草树叶为食 喜欢舔食严碱 体长125厘米至145厘米 天气太热了 鹿群也在冲枣 鸵鸟是世界现成最大的鸟类 体长1.8至2米之间 体重可以达到200千克 像这种灰色 体型比较小的 是雌鸟 对面是熊鸵鸟 鸵鸟的翅膀比较小 因此没有飞行能力 但它的脚趾和腿 特别的粗壮 擅长奔跑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 90千米每小时 可以说是陆地上奔跑最快的鸟类 现在到达了九峰山动物园的 风车长廊 风车长廊 动物凶猛 请勿翻越 竟然看到了两只巨大的老虎 这有两只华南虎 趴在树下休息 头部圆锐 耳朵短 四只粗壮 身上橙黄色的黑斑纹 在亚洲虎中体型比较小 主要吃野猪鹿 刨子 斑马 野驴 野骆驼 食草动物为食 生活在南方热带雨林 长阔夜林 华南虎大多单独生活不成全 嗅觉特别发达 行动敏捷 善于游泳 但不会爬树 1996年联合国发布 宾威野生动植物国际公约 将华南虎列为了一号 宾威物种 也是十大宾威物种之首 在笼子里还看到了 豪猪也称之为茜猪 因为它的背部长满了白刺 其实它长得并不像猪 豪猪的体长 一般在60厘米左右 体重最大可以超过20千克 身上背部的刺 是最好的保护机制 在豪猪的旁边 看到了两只狐狸 这是白虎 白虎的耳朵 特别灵敏 甚至可以对声音进行定位 奔跑速度最高可以达到 50千米每小时 生活在森林 半沙漠草原 秋林地带 傍晚的时候 出来觅食 天亮才回家 主要捕食 老鼠小鸟 青蛙蜥蜴 昆虫 有时也吃一些野果 大家看一下 这只狐狸 似乎特别有灵性 另一只狐狸 它的身上有灰色的斑 在旁边还看到了海鲤鼠 巨大的老鼠 主要分布在南美洲 甚至可以在水中游泳 它们的牙齿是黄色的 体型巨大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一只的老鼠 老鼠肯定是喜欢吃植物 庄家 粮食 在旁边还看到了 几只黑狐狸 尾巴有白尖 整体是呈黑色的 大家看一下 全路招一招手 可以将好运和甜蜜 赶回家 想要拥有好运和甜蜜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向他们挥挥手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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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